用刀做拼图你见过吗? 开局人一块WE高碳钢 手艺不限 参数沉迷 唯一一个要求 只要你在三小时内做出一把能完美倾入拼图的刀片 四位顶尖刀将能否成功完成这一挑战 比赛现在开始 由于没有提供任何参数指引 关于刀片的具体尺寸 大伙必须亲自去测量 这就好比不打草稿画画 只不过要以锤子作笔 火焰为末 所以断刀大赛直接变成一烤线场 大伙一人一张草纸 两两一组打配合 开始描图 等到大伙都有了设计图 就该加热原材料了 先给钢料焊上操作杆放入锻炉加热 把钢材烧软后再拿去液压拉长 得到一块够长的刀劈 就可以开始断打塑行了 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顺利 戴尔在给刀劈冲压时 不小心把它拉伸太长 刀片上需要宽度的部分 钢料不足看起来很难调整 还好它及时止损 自然而下 直接抛弃这块刀劈 重新拿了一块钢材 进入反攻模式 时间过去一小时 机盾这边的刀劈经过断打 已经有了刀型 可以拿去研磨了 磨到期间 它随时按照拼图轮廓调整形状细节 防止刀型左偏 真是个细节地 利用一边的罗根 利用铁战完成了刀片曲线的塑造 但把它和拼图一比较 却发现刀根太长了 只好用小磨机切掉一部分刀根 再次回路做调整 不知不觉 戴尔已经追上进度 毕竟单层钢的锻造 不涉及到罕见 只是打铁苏形的话 花不了多长时间 但戴尔也不知为啥 就是下着急 为了尽快开始摸刀 他居然将还没冷却的刀片 进入冷水 以求降温后迅速拿去研磨袋 这相当于提前 给刀来了一次 不完整的脆火 希望刀没事 而旁边的大块头尼克 现在成了进度最慢的一个 主角厨师的他 平时只擅长锻造除刀 他现在断打出的刀劈 与其说是刀 更想吃锅铲 为了赶上进度 他不得不频繁 借用动力工具的力量 比赛进入最后一小时 卢根开始热处理刀片 将刀片均匀加热过后 放进脆火桶 搓磨测试一下 刀片硬化很成功 接下来就该修整刀根形状 磨出手指凹槽 卢根再次走向研磨机 进入收尾阶段 在他之后 急顿也开始给刀做热处理 可惜二次脆火过后 刀片出现了窍区 他赶紧把刀放入 虎牵匣具矫正 但效果一般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第三次脆火 与此同时 戴尔完成了刀根的塑形 将它和拼图形状对照过后 总算放心开始脆火 捞出来看看刀片状态 结果一个不小心 居然把刀掉回了油桶里 戴尔情急之下 直接用手打捞 还好刀片已经冷却 没有把他的袖子点着 否则今天的端刀大赛 恐怕就不能拨了 在他之后 厨子尼克也完成了脆火 但他的刀刚出锅 就出现了一道裂缝 时间只剩十几分钟 尼克选择放弃 最后再磨一磨刀片细节 就算完工了 第一轮比赛到这里结束 进入评委点评环节 先来看戴尔的刀 大致与拼图尺寸相近 形质方面十分吻合 但有一点小瑕疵 刀片表面存在一些裂痕 其中有些已经延伸到刀刃附近 之后必须谨慎处理 极端的刀比上一个形状更还原 获得评委们的大家赞赏 尼尔森觉得这小子有前途 还贴心送上指导 其实你吹火之后 应该先磨掉刀片表面的高温氧化皮 再搓磨测试 否则很容易误判刀片的硬化程度 提顿虚心受教 接下来轮到罗根 他的刀留的缝隙有点大 加上之前还锯下了一段刀根 导致他的刀现在分量不足 尺寸略小 表面的打磨也不够平滑 只是差强人意 之后是尼克的刀 虽然韧形还不错 但和拼图完全不吻合 单纯这一点 他就可以准备回家的车票了 更要命的是 他的刀尖还有一道长长的裂痕 这里形成的硬力点 会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尼克这波是不出局 不行了 第二回合 学生们要修整自己的刀片 然后给刀片安装刀柄 限时两小时 比赛继续 极顿的刀片表面还很粗糙 所以先去磨刀 另外两位也从研磨着手 调整刀片的纹理和裂痕 戴尔的刀片裂缝比较深 粗浅的打磨看起来并不奏效 他只好狠心凿开缝隙 直接焊切修复 卢根这边最先开始完成调试 准备去制作刀柄 他选择了胶木做饼材 照尺寸划出切割范围以后 比赛刚好过去一小时 极顿也开始切割饼材了 将各部分零件装配在一起后 等环杨树脂干透 就可以给刀柄打磨塑行了 戴尔这边也完成了裂缝焊接 将刀柄组装起来以后 时间剩得不太多 他从盲位开始了又一波研磨 赶在最后几分钟 总算勉强完工 第二回合也炉气结束 三位选手交出成品刀具 进入强度测试环节 罗根先来挑战 刀柄的纸槽手感舒适 但刀刃出现绷口破损 多半是热处理 没有做到尽善尽美 不过总体表现不错 接下来轮到极盾 刀片整体支撑得不错 但刀刃出现了多个缺口 刀剑出也有部分饼材脱落 表现中规中学 之后来看戴尔的表现 这一刀断得够凌厉 够潇洒 比真卡进地板的姿态 比大学生站得均姿都标准 虽然断面内部颜色均匀 但上方的小黑点说明 其内部还是有阴厉破裂现象 这也许是汉杰裂缝导致的 不管怎么说 发生了这样的惨烈事故 也不得不淘汰了 送走戴尔后 罗根和基顿晋级决赛 在这一回合 两人要挑战不可以把经典历史武器 长柄战斧 这种武器可用于破甲 撤毁路障 是江户时代官方武士的制式兵器 每人有自贴时间去还原这把兵器 两万刀将会如何应对 我们造后结果 回家第一天 罗根先从仓库找出足量的钢材 从双头斧刃开始锻造 花两天时间完成斧刃后 还要研磨修整一下汗缝 但磨着磨着 斧头自身的质量被大幅削弱 稍微一敲就直接解体 罗根十分无奈 只能将材料换成弹簧钢 重新开始锻造 反攻期间 他的断斧技术更加鲜熟 做出的成品比第一次要好多了 也算是因火得福 之后总算可以轻松一下了 机盾这边回到自家作坊 纯靠手锤开始打铁造火 别看小老弟年纪不大 力气却不是一般的大 仅花一天时间 双头斧就基本锻造成型 将斧刃轮廓细节修正完毕后 在第三天一扫完成了炊火 接下来他用铸造法制作星形模具 将其镶嵌到斧身上 最后用一块珊瑚套木做饼 完成打磨和组装后 就自信宣告完工 回到节目现场 首先进入质检还检 罗根的长兵斧 是用5160钢板坛黄制成 珊瑚套木斧饼 上面包裹红色皮革与缠绳 机盾的斧头更精致一些 斧人采用803O2钢 上面先有铜环装饰 茅槽与木轴连接紧密 颇有艺术气息 两把长兵斧各有气质 不知道实际性能如何 狗哥出手 直接把假人杀成了毛血旺 这把斧子杀伤力极大 还拥有凶狠的倒勾能力 干得漂亮 接下来看机盾的表现 威力同样不同反响 挥舞的瞬间雪花也随之飞溅 这大概就是暴力美学 不须多说 直接过关 擦干俯身上的血迹 进入下一幕强度测试 依旧是卢根先来挑战 俯刃依然玩好 武器的整体结构也很牢固 表现不错 美中护足是俯身有点太重了 皮革神的手感 也有点影响瞎批的动作 接着是机盾出场 斧子轻便灵小 利于挥舞 古特的手柄固定方式 也让整体结构坚固无比 其表现只能说完美 最后进入锋利度测试 罗根再次准备 水管切口干净整齐 顺利通关 最后再来看机盾的收尾工作 俯刃轻薄 切削毫不费力 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武器 两人的表现平分秋色 现在压力给到评委组 当两把武器的基础性能都足够优秀 评判就只能从重量 平衡性和工艺细节入手了 经过公平 公正公开的讨论 罗根的兵器最终输在了重量上 毕竟过重的长兵武器 会给使用者带来多余的负担 最后 让我们祝贺机盾 获得本期段到大赛冠军